不要以为你,现在过得还不错,就代表以后也不会差 这个视频您多看几遍,您一定会有所启发 40年前,你要是会开车,就算是有铁饭碗了 30年前,你要是会英语和计算机,那你绝对是人才 在20年前,连通和移动光在过年那天 一条一毛钱的短信,一天能赚40个亿 在10年前,你要是有一台出租车的话 你就可以躺在家里挣钱了 现在呢,出租车司机做梦也想不到满大街的私家车 都是他的竞争对手,连通和移动做梦也想不到 微信会让他们的短信业务,只剩下了收验证码的功能 数码相机怎么会想到,是手机淘汰了他 康师傅一个卖方便面的,他永远想不到抢走 他利润的不是统一方便面,也不是白向方便面 而是美团外卖,所以说真正能够把你淘汰的 永远不是你的竞争对手,而是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 你现在的知识技能能够支撑你继续几年呢 是十年,还是五年,还是三年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聚安思维 一天24个小时,大家都是工作 吃饭睡觉,为什么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你自己没事的时候想一想 都是八个小时工作,八个小时睡觉 那剩下的八个小时呢,一把游戏半个小时 你今天打了几把,以及电视剧半个小时 你今天看了几节,看看直播,看看小姐姐跳舞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你有没有真正关注过,对你有提升的东西 别人都是涨薪水,涨职位 怎么你就光长体重 你要知道,没有谁的能力和知识是一天学会的 都是要靠积累的 优秀的人与他人拉开差距 往往都是在这八个小时 当你沉浸在打游戏 追剧吃喝玩乐时 优秀的人都在看书 学习提升技能 日积月累 当机会来的时候 这一批人都能最先发现 并且冲在最前面 切记现在可不是从前 放在以前 一个机遇也许能维持很久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 机遇来得快 去得也快 后知后觉 也许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 当大多数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机遇 当你做好了准备 庆幸自己终于挤进去的时候 要么成了他们的接盘侠 要么成了他们的赚钱工具 而优秀的人 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同时 已经在准备迎接 下一次机遇的到来 为什么差距越来越大 这就是真相 如果我今天说完了 你有了危机感 你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 说明你还来得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生活早晚会给你上一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